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的話 最左邊的 我的資料表最左邊是這個WBC的冠軍禮包 這個裡面的話就是5個獎盃 那個道具都會滿 沒差 3000賺20億跟國家隊20張 筆子上面我覺得沒有這麼漂亮啦 可以跳過 然後還有一個330的是這個 超級中華隊的入門包 這個的話就是裡面有一張超級中華隊 那這張的話目前 目前啦因為超級中華隊現在價格都不確定 而且也都還在漲 目前差不多在50億 有量 那昨天晚上也有量比較多了一點 但還是都被掃光了 所以說價位差不多落在50億 然後還會漲 然後加上像可能有些比較便宜的稀有卡 目前市場上面其實都是很難買的 那這樣子來看的話 他就主要就是那張而已啊 國家隊球衣 中華隊球衣 中華隊球衣的話就是看你自己的狀況 筆子上面的話差不多1600左右 鑽石是不OK的 所以說這個我覺得就還好啦 普普通通而已 然後接下來的話進到990的 990的左邊這個是 WBC冠軍豪華 那這個的話就是裡面有國家隊10張 85以上的 然後8加5兩個 加上球員強化箱3個 加上81 獎盃隨便 好 那強化箱3個加上8加5兩個 我覺得還可以啦 那之前有出過那個1320 我記得是1320吧 然後有85跟96 那一包應該是好一點 所以這包的話就是說 你如果有現在剛好有缺8加5 然後再考慮課就好 不然其他的數值上面 就是筆子上面我覺得其實就沒有到很優秀 而且他沒有鑽石喔 好 接下來的話是這個迎戰經典 主要是WBC經典賽的這個國家隊二選一有50張 然後SS藥水23罐加上61跟6000鑽 筆子上面的話沒有到很好啦 那就是 可以跳過 好 接下來的話就進入到一些這次 有比較偏這次的啦 兩個1320的加上後面的2990 好 那1320的話東西是差不多的 主要是差在一個是多鑽石 另外一個是多金幣 好 那我們先來講鑽石的這包 鑽石這包的話 欸 我兩包一起講好了 這兩包的鑽石筆子都不OK 都蠻低的 那道具像的也都不OK 那主要這兩包是怎樣 金幣很多啦 就這個鑽石包來看的話 就是可能一萬鑽加減補強 那金幣的話差不多可以拿到個300多億左右吧 如果沒算錯的話啦 那加上說他是這個新的這個超級綜化隊的球員包 所以變成說可能有些卡片 你可能想要練啊 想要收藏的 可能就是市場目前沒有卡的話 可以從這邊來開 那筆子上面的話 這包最多的嘛 金幣最多的 可以到 拿個差不多400 500億左右吧 就 禮包筆子來看的話是還可以的啦 那當然沒有金鑽這麼暴力 就這個情況來看的話 就是會比較偏向是 你想要收集新卡再開這個 就是可能有些人其實 因為這次的新卡其實蠻吃材料的 就是會缺蠻多這種 一樣的材料去吃的 像我其實有考慮要練個幾張來小玩一下 一張啦 一張來小玩一下 爆好爆滿 九成 爆好爆滿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我的金幣跟鑽石 燒了不少 不少掉 好 然後最後就是2990了 2990的話就是30張的那個超級綜化隊 然後17年的綜化隊球員20個 加上這邊有這個SS裝備的隨機包5個 就看你有沒有需要收集啊 然後2000和50億是不ok的 整體來看主要就是靠那個卡包 那卡包有30張 加上現在市場沒有貨 所以可能有些人要練的話 可以考慮課這個 但他道具像的可能就 就只有那個SS裝備5個啦 其他的就沒有這麼好 金幣大概可以 如果真的這樣算的話 大概可以拿一個1000億左右吧 那可能更高可能更低啊 應該是不會到更低啊 因為就超級綜化隊友看 隨便開一張都有差不多40億上下 所以就差不多 金幣筆子就差不多在那邊了 目前價格的話會長會疊也不知道 之後就再看看吧 整體來看的話我覺得 可能就這個2990的吧 你可能 有缺超級綜化隊 然後又有缺SS裝備的話 那這兩個1320的還可以啦 但其實也沒有到非常好的比值 那990的話就是這個 主要是看8加5 如果有極缺的話 其他的話就不用了 好那今天這步就到這邊結束了 就是我覺得這次 就是 主要的卡包都是在超級綜化隊啦 那張卡 就是那個卡接目前的 目前價格不知道會落在哪裡 因為現在最貴的張好像是60億 那不知道會往上還往下 而且下面還有一張 張紹慶應該價格也會漲上去 所以說 比較不穩定啊 所以 筆子上面就是只能用我現在的 看到的施加去跟大家講這個東西 搞不好之後 再有遇到這個超級綜化隊的禮包啊 可能開出來的筆子會更高 而且加上說還有這個 那個第二期要出來 第二期的話 那張成冠宇看起來 可能有機會是雙S 但 不確定啊 而且 我是沒有實測啦 這期的話是郭俊玲 郭俊玲雙S 那我是沒有實測說他是不是有 扣能力還是怎樣的 如果說之後有機會的話 等市場卡多一點的話 雖然我今天是有看到一張掛蠻久的 那我是沒有先沒有買啦 因為 短期內我可能先不會拍那個東西 那 有缺資金 我現在先弄我現在手上要弄的卡片 好那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喜歡的觀眾知道 那如果你有試過這個 郭俊玲放鬆劑 會不會扣能力值的話 那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好那我們就下期再見 掰掰